明天农历6月19日是观心菩萨的成道日 大家多念经 多放生 多送祖和 多还债 多念礼佛 多宵夜 大家今天晚上记得上头乡 菩萨的大日子 一般只要你们真心祈求 都是非常灵验的 我们要感恩观心菩萨 感恩观心菩萨 用慈悲的精神引导我们众生向善 我们人本来就应该以文明的心活在世界上 但是很多人来到人间后 他的心就开始变了 师父跟你们讲过 有些人他是天上下来的 他在天上发了愿 我要到人间救人 我要到人间如何如何 有的人他出心不变 他吃再多的苦头 经历再多的考验 他都要实现自己的愿力 但有的人他经不住考验 来到人间后 这么一世又一世 它被人间的灼气污染了 灼气就是不干净 不好的东西 你的心本来很干净 结果看到很多诱惑的东西 你的心就开始变得贪了 这就是人间的灼气 把你的心污染了 有些人不能理解 为什么天上下来的还会被人间的东西影响 师父举个例子 你们一听就明白了 很多大学生在学校的时候 他们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我进入社会后 我要多为别人服务 雄心壮志 结果等他进入社会几年 他的初心就变了 比如有的律师 我拿到律师职业证后 我要为正义说话 结果他拿到律师证后 他是为利益说话 谁给他好处 他就为谁说话 还有一些人 比方说 他读的政法大学 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等我正式工作以后 我一定要报效国家 真的等到他工作后 他曾经的誓言早已经抛之脑后了 很多贪官不就是这样啊 我当了官一定为人民服务 等到他真的当了官以后 他不是为人民服务 他是为人民币服务了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名利会让人变得失去理智 欲望会使人忘记初心 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懂得 欲望会使人堕落 名利会让人迷失自己 你们记住 你们记住 无论根基有多大 只要贪恋这个虚幻人间的名啊 利啊 你很快就会堕入轮回当中 师父经常看到你们很多人真的很可怜啊 在这个人间 很多事情搞不清楚 一颗迷惑的心 就这么活在人间 就像一个孩子 从来到人间后 脑子没有完全发育好 他就一辈子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他心中想的那样 你们想一想 这样的人可怜不了 你们很多人不就像这样的人吗 你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因为你的认知局限在一个范围内 所以在你们认知以外的事物 你们无法理解 你们也无法触及到更高维的认知 人间有句话叫 活到了 学到了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 只有不断地学习 我们才能提高对世间苦空无常的认知 有的人你跟他讲一个事情 他说 我不懂 这就是他的认知有限 他接触的少 他当然很多事情都不懂了 佛法是宇宙的真谛 你想了解这个宇宙 你就要尝试了解佛法 佛法就是来开发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是眼睛看到这样 眼睛看不到的还有很多 师父希望你们大家好好参悟佛法 好好修吧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们的父母 只有师父和菩萨最理解你们 师父希望你们在百年以后 能跟着师父永远离开这个苦海 回到观心菩萨的身边 回到我们天上永远的家 谢谢大家